大陆的亿万富豪大洗牌 由于非洲猪瘟导致猪价飙涨 大陆这生猪饲养公司 牧原企业的股价飙涨了将近三倍 董事长秦英林她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逼迹了1200亿人民币 超过台币5100亿元 这财富累积的速度堪真是大陆富豪之最 而不只是养猪 在大陆另外一个亿万富豪 则是靠着养鸭起家 拥有213间房 坐落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 这间每轮每换超奢华酒店 温哥华大度会饭店 新老板是他 到了南京鼎业投资公司董事长陈迈林 所以很少公开露面 这位大陆亿万富豪出手非常阔绰 更常因此登上媒体版面 四年前他就曾砸下3900万美元 约11.71台币 在温哥华顶级豪宅区 买下一栋广达1.7万平方英尺的豪宅庄园 打破加拿大史上最高房产交易记录 50岁的陈迈林 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的地产大亨 但他其实是靠养鸭起家 很难想象靠着每天交易 一只十几元的鸭子 竟也能卖到变身 成为跨国的地产大亨 更难想象大陆生猪饲养企业 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林 因为非洲猪瘟 猪甲暴涨 今年公司股价从28人民币 飙近三倍达82人民币 总市值突破2100亿人民币 相当于9000亿台币 在蓬勃亿万富豪榜上 秦英林财富成长最快 根据富比式统计 秦英林财富达1173.8亿人民币 正式晋升河南首富 接连打贩一杆子大陆亿万富豪 他身家是万达王健林1.33倍 荣创孙红冰的1.66倍 几乎可以抵过两个小米雷军 在大陆400大富豪排行榜 名列第九 靠养住致富 他也难得同意 让饲养伸出的幕后公开亮相 但是想要看一眼 这么赚钱的新宿宝宝 是如何养出来的 却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像我们这次为了进来拍摄 也是被隔离了三天 并且进场前要洗头洗澡 换下专门的衣服 网络科技或是零售业等明星产业 随着大陆富豪大洗牌 看来也不再是致富的唯一保证 反观跟内需民生相关的农序产业 出现爆发性成长 东森材新闻综合报导 换下来说